国际中心大爆炸发生了两个多月 为了亡羊补牢 早前民署承诺会连同消防局等跨部门小组 巡查全澳300多家列入黑名单的石垫 行动中发现其中一家位于北区的石垫内 存有9罐石油器 比规定4罐多出超过一倍 另外炉炬老化部分防火设备也已经过期 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 这家店居然设有非法地下燃油缸 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但就有石垫对此一直爱理不理 屡劝不改之下 民署勒令石垫及时停业 出一个罚则的时候 查封的时候 一个危险品可以叫私房局 大家去处理 首先拿走那些石油器先的 至于开不开业 就后面一个后话来的 但当你政府提醒的时候 如果他都是不创法的时候 政府必须这个态度出来 现在就是我们官员没有这个态度 你不来找我的 我就算了 爆了炸出了事 不关我事 我罚他三万的了 至于具体是哪一家黑心店 不顾安全 存放那么多的不定时炸弹 当局并没有透露 而目前小组已寻查了超过100家石垫 并强调不会再姑息违规个案 会及时处罚 呼吁业界自律配合 澳门卫视 蔡佩信王红军 澳门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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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